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能认识不? 这些是核桃榨油剩下的下脚料 倒是不贵,几毛钱,本来想代替一些豆粕或花生饼的,为了降低一下饲养成本 没想到钱没有省了,把这个粉碎机弄坏了 这些核桃榨油剩的下脚料以前也喂过牛,也挺好 但是这些是邻居村打电话给送过来的,当天下着雨 没想到它这些是带着核桃皮直接榨油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全是核桃皮 本来是不想要的,但是感觉下着雨人家给送过来了 又不好意思,后来感觉怎么是粉碎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大家看看,这些核桃皮很难粉碎,都存到里面了 因为是第一次弄这个,也不知道 这些核桃皮存到里面粉碎不了 越积累越多 结果因为这个电机的负荷太大了 把这个电机给烧了 现在活儿干不了,先得修这个电机去 关键是不知道这个电机修起来好修不好修 会不会耽误很长的时间 因为家里边还有好多活儿要干 真是麻烦死了 大家千万要引以为戒,避免此类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的车没有手组 安定打电话让朋友绑着 拉着去修理 等等吧,说一会儿马上就要过来 来到一个县城的电机维修点 这边这个费酒的电机还真多 先让人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老板,以前在这里买过一次酒电机 人家还挺猫,顾不上 打开看了看,就是线圈给烧了 老板说这种情况经常有发生 在粉碎的过程中千万要注意这个入烙的快慢 不要让电机负荷太大 因为修起来时间太长 还是换一个电机算了 换了也是一个旧的 花了320块钱 换了一个旧电机 先把活干了再说 真是贪小事大 大家千万要避免此类的事情发生 真是既花了钱又耽误了时间 都没地说理 大家千万要引以为鉴